今天的話等於是如果實體上課 我們應該實體上課等於是第12次 總共有14次 然後其中跟其末 其末的部分我有講過 其末我是希望跟其中最大的差異 第一個就是用VBA 所以其末的報告難度一下子提升了非常多 再來的話我希望這個VBA裡面 可能就是需要去抓資料的話 可以用爬蟲的方式抓 至於爬蟲的話 我們前面有講過用Quitable去抓 Quitable的話很方便 因為程式也很短 但是缺點就是說很多網站沒有辦法抓下來 像大樂透那個網站用Quitable可以 但是其他有些網站就是失敗 所以有時候你要先試一下 如果第一個方法行不通 那你就試試看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用IU物件 IU物件是上禮拜講的 所以請各位大概上禮拜的重點 我把它回顧一下 上禮拜其實我們主要 我看一下 因為我的錄影檔大概就四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交通部的這個 統計查詢有沒有那個網站 然後我們就是利用高速公路的應該是這個範例 所以我們在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找一下第四個單元 第四單元裡面的叫做IU物件 那個爬取交通部統計查詢網的這個連結 基本上的話我們資料就是從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覺得其實拿來當成是資料來源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交通部這個部分應該算是做得還蠻好的 那我們可以了解就是交通部的很多的相關業務 它的相關資料 那我們好像是拿那個什麼高速公路的這個交通違規有沒有 那個資料怎麼取得 我講過就是我們好像先取的是不用全部啦 全部好像太多了 所以我就用111年11年1月 如果月份的話 月份好像不要 那月份記得這個地方不要寒年喔 所以大概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年的部分 然後年的話是等於是 右邊的那個列的部分 右邊列 然後第二個藍的部分我要針對 好像我記得四個吧 超速、酒駕 然後好像還有一個什麼 未保持安全距離 任意變換車道 那四個吧 總計把它打給我取消 你就按查詢 那就可以得到這個資料了 那我們希望拿這個資料做什麼呢 這是1嘛 這是2 這個是應該將來的列的部分 在表格裡面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這邊的資料 這個的話呢 是這上面的資料 藍的部分 那所以將來會有四藍 OK 1、2、3、4嘛 那這邊資料 然後按個查詢呢 其實資料就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要的就長這樣 那接下來當然就兩件事 第一個 如何把這個表格放到Excel裡面 OK 那你比較 用人工的方式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人工的方式 你會發現 每次要選取複製貼上 選取複製貼上 有沒有 那其實滿浪費時間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一個表格 快速的變成Excel裡面的一個表格 大概就是做這件事 當然呢 你也可以用之前的虧欲table 不過我試過 你們也可以試看 好像失敗 有同樣的方法 因為我也查了一下 他的table是在第二個 因為好像有兩個table 我們上次也查過 那我一樣跟他講第二個 但他抓下來就失敗 那原因不明啦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或許也可以再試試看 用Cretable看看能不能成功 如果可以那就用Cretable 簡單的 如果不行 那你就變成要用IE物件 那這個IE物件的邏輯 其實滿簡單的 它其實基本上 第一個 就是幫你把這個網頁背後的原始碼 所以我習慣表格 這邊空白 表格左上角按右鍵 找到檢查 那為什麼要檢查 因為IE物件 它能夠解析的 就是背後的HTML裡面的標籤 OK 如果你知道什麼標籤 你再次把那個標籤 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文字取得 就可以放在 那個 Excel裡面了 OK 所以大概邏輯是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今天 按滑鼓右鍵 檢查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它就會告訴你 你目前這個儲存格 在網頁裡面的標籤 它叫什麼名稱 那基本上你們大概 目前只需要知道 四種標籤名稱 第一個叫TAB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TABLE 有沒有 小優化TABLE 指的是這個整個TABLE 在這個TABLE裡面的話 有很多TR TR的話指的是一列 橫向的列 一列 兩列 有沒有 三列 然後一個TR裡面的話 頭尾它的關係 基本上就是 這個可以收折 這個是開始 這個是結束 結束的話 都有一個斜線 那在這個列裡面的話 它的第一個是TH 這個有沒有 裡面是空的 所以裡面你沒看到資料 再下一個也是TH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TH 再下一個也是TH 它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超窄 所以有沒有看到 結束在這裡 你說老師中間這什麼東西 先不用管它 你這樣子看不懂沒關係 如果你看得懂 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它的寬度 它的對齊方式 還有它的類別等等 其他的話就是 這個訊息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主要你需要知道 就是標籤就好了 OK 然後還有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我要把它取出來的話 這個可以收折 所以這一列的話就不管了 再來第二列 第二列就是這一列 這一列 這一列的話展開 那你會發現這一列的規則 其實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有沒有 它是TH 第一個 這個是放在TH裡面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資料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 對應到就是這個 那後面的話都是TD 結束在這裡 資料在這裡 所以資料的話呢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什麼 1125 就放在這個裡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爬取下來的話 那首先當然怎麼做 上個禮拜我是已經有把那個練習大概做一下 我們是已經直接就把程式貼上 但是細節部分 你說老師我不太懂 這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那畫圖應該沒問題 反正最後爬資料 然後畫圖 那至於下載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下載我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先打看一下 開發人員 OK 然後呢 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 我把它自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鑽血風格 把它變成12號字 那這一段的話呢 下載實際上呢 就是我們網站上面 雲端上面的這一段 這裡 下載 在第四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OK 那你說老師你這寫了一大堆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跟各位講 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先把舊資料清掉 sales.clear 然後呢 再用這個什麼 create object 把那個IE瀏覽器 變成一個物件來使用 因為呢 本來以sales沒辦法連上網路 那如果你要具備有這個能力的話 上網的能力的話 其實VBA有一個方法 叫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有點像擴充功能 把它本來做不到的 你可以在外面找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那個程式 它可以辦得到 那我把它引用進來 我就可以具備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裡的話 我知道說 我可以用那個IE瀏覽 Internet program Application 那你可能會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你不用Chrome瀏覽 我們喜歡用Chrome 沒辦法 因為 IE是微軟的 Excel也是微軟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用Chrome瀏覽器的話 是應該也是可以 但問題是你要知道 Google它有沒有把相關的 那個 物件的屬性方法 說明釋放 如果有你也可以用 但如果沒有 那可能就麻煩了 當然用IE比較簡單 我沒有IE 那IE裡面的話 就是產生一個物件 前面是Set Set的話 意思是我要 產生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 它就具備有 上網的功能 那其實我這邊只有用到幾個 第一個 我就用那個Navigate Navigate的話 就是我希望連到這個網站 所以把這個網址貼上 這個網址的話呢 其實就是 哇好長一串 這一串的話實際上 就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我們剛剛 產生資料之後的 這一個網址 高速公路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複製之後把它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 把那個網址連到這個網站 其實實際上在瀏覽器裡面 就會產生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有這個東西之後 就可以得到背後的這些資料 那我就把這個HTML裡面做解析就好了 那首先當然我要算一下 我剛剛講過 總共需要知道四個標籤 第一個就是table 那我知道 上個禮拜有算過 它是第二個 所以呢 你就跟他講說 哦 我要抓的是 這個HTML裡面的第二個table 你說老師為什麼刮弧1啊 因為它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第一個是0 第二個才是1 好 那我就把這個表格裡面的HTML 全部抓回來 放在TBL裡面 所以TBL裡面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收折起來的這一塊 就是這個裡面 頭巫尾裡面的這些HTML 那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我要把它取得裡面的資料的話 所以底下這個程式 我想我先 這個底下有沒有 到TBL table我先 底下的程式 我先把它先註解掉 把它不把它刪掉 那如果你要註解的話 你可以用 按右 工具列上按右鍵編輯 它這邊有一個叫做 使程式變為註解 我先不要讓它Run好了 不要Run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區塊選起來 然後把它加一個註解 如果取消的話 就是按那個 使註解環圍編輯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把它註解一下 然後呢 我們不要一下到位 我們可以分幾個階段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一下子就把資料切割 我可不可以按部就班來 其實是可以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取得 table裡面的所有資料 那其實方法很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TBL裡面的資料 它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有個語法 叫做inner test 所以底下有一個屬性 inner test 就是裡面的文字 幫我放到哪裡 幫我放到A1裡面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 我們按部就班來好了 所以我希望呢 幫我把這個資料放在儲存格好了 所以我這邊打一個儲存格的位置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幫我放在儲存格 裡面第一列的A欄 就是A1的儲存格好了 裡面放什麼東西呢 幫我放TBL裡面的文字 TBL 這個物件裡面呢 它有個屬性 叫inner test 或者你可以拿這個屬性也可以 這邊不是inner test 就這個 如果可以自己打 好 幫我把它裡面的文字 文字的意思指的就是說 我這個table有沒有 中間裡面的所有資料 就是不是標籤 等於是這些資料 通通幫我取出來 然後放哪裡呢 放到A1裡面 A1裡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我把它直接run一下 這邊是個中段好了 停一下 好 先把舊資料清掉 然後呢 幫我取得 表格裡面的第二個 並且把它的inner test 直接就塞到A1 就是塞到什麼 塞到第一個儲存格 A1就對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底下run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看到 有東西 但是那個東西 它有點怎麼講 如果你要拿來用 它會比較麻煩 為什麼 它變成就是說 它把table裡面的所有資料 拿過來了 但是有個問題 通通在A1 那怎麼辦 你要把它切割啊 所以如果你不切割的話 沒辦法用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現在 我要把它切割的話 變成說 我就不能只用那個table的全部資料 那我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可以把它怎麼樣 我不要table 我就直接再拿什麼 這個可能這一行改一下 改成就是說 我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table裡面的這個資料 然後再取得它裡面的所有列 所以我就利用那個TBL 這個表格物件 裡面其實會有一個方法 叫做GetElementByTechName 意思是說 我要再下一層 再幫我找TR OK TR什麼 TR就列 所以得到一個物件 叫TRS 這個TRS是複數 意思是底下有非常多列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很多列 那我要怎麼樣 逐一的把它取出來 所以我這邊的話 其實就可以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知道 你可以先取一列好了 比如說TR 這個名稱的話 我叫TRS 第幾個的話 一樣是瓜糊 然後如果第一個的話 就零 零 先幫我取第一 第一列的話 是等於零 幫我把它取出來 我先取一個試試看 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那表示我可以 逐一來取得 第一列我看一下 有沒有取得 試試一下 第一列有了 你說老師 那我要第二列怎麼做 如果第二列 這邊改成1 比較笨的方法就是直接 這邊加2 A2下面 再加一下 這邊改成1 比較好 這樣就是第二列 第一列第二列取出來 幫我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第一列第二列 你說第三列怎麼做 第三列不是再來嗎 這邊改個3 這邊再改個2 那不就是 等於是一列放一個儲存格 一列放一個儲存格 但是你說老師不對 那如果以後列很多的話 那我豈不是還一直寫 當然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把這邊所有的列 通通都取回來的話 那你需要會一個回圈 有沒有 回圈的話就跟大家講說 我的範圍其實是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基本上的話你可以寫成這樣 FI等於0 0的話指的是這個 0到多少 它的總長度 這邊可能要多學一個叫legs legs就是 到底它裡面有多少列 它會幫你記錄在legs裡面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1 因為我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它的最後呢 比如說它有50個 那一定是0到49 OK 你不能0到50 50就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要-1 最後加一個next 然後把上面這幾行 上面 其實這個上面 這兩個 這個可以把它其中一個 搬到中間就可以了 這個把它搬到 複製 這裡把它tap一下 然後這邊其實就可以改 這邊就可以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這邊也可以改i 但是i的話呢 變成i加1 這很重要 因為我常常忘記 為什麼i加1呢 這個是從0開始 那這個的話呢 不能從0開始 因為沒有0列這種東西 有沒有 列一定從1開始 所以這邊一定要加1 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也常出錯 OK 好 這樣的話我就寫完了 上面這三行 就一樣可以把它註解 如果不刪掉的話 我可以註解一下 OK 所以這個是先抓到它的table 再去抓它裡面所有的列 再把它的所有列解析到A欄好了 OK 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所有的 有沒有在A欄 有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 A欄就出現了 有沒有 每一個資料 但它這個應該最後到113年3月 應該沒錯 我們好像也到113年3月 可是你說老師還是不對啊 因為目前雖然已經比剛剛table好一些 但是它其實裡面還應該在分割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再去分 不過啦 如果你說你要自己手動再分也可以 用資料剖析剖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希望能夠直接再把它切割的話 那你可能還需要匯兩個標籤 一個叫TH 一個叫TD 有沒有 那它逐一再給它規則 讓它知道怎麼放 那當然結果都OK 所以最難的是TH跟TD啦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我剛剛主要是利用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的這一段下載 那我是把它逐一的來講一下 就是先抓那個table 再抓TR OK 試一下喔